YA 又回到阿斐店員心事台 是店長才對 升了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件事 又是阿斐用家 又是真術用家分享 還有一件事要特別名謝阿斐 今天帶了他的絲火槍上來 還有一支14吋絕版魚骨 摸兩摸都怕沒那麼多塊 多謝你的公帽 當然不要緊 我和大家分享一支這麼漂亮的魚骨 我想問阿斐今天要跟我們介紹甚麼 今天介紹的是Mapool的Bipop Bipop分開有四個版本 第一個是1913的魚骨版本 第二個是M-Lock的版本 第三個是Arms的版本 第四個是StutQD的版本 其實這四個版本在PTS銷售賣 其實我慢慢分享究竟他們有甚麼分別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腳架 會用來擺放在裝飾 或是會用來擺放在Sliber Vipop 我現在眼前這兩支 其實這兩支都是我自己的設計 我自己砌出來的 其實我這支就行了M-Lock的版本的Bipop 而這支Massadder這支就行了1913的版本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支 原因就是因為它夠輕 在外觀上是用Polymer的物料製造的 但你想到Polymer即是膠 不是不硬 但最特別的地方是裡面是有金屬的 即是膠裏面還包著金屬嗎 沒錯 但又做到輕身 對 說相比以前 之前外面在坊間使用那支全金屬的 重量是輕很多的 其實這個設計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當你整支腳架收起來了 我只要做一個小小的動作 拉下來直接向下拉下來 這樣按住 不用按住 然後拉下來 現在是快速地配置到整個腳架 令到我要打到目標的時候 我可以更快地設定好我想要的高度 然後就去打 第二件事就是它這個位置 這個扭扭的位置 其實它也有做了膠 那膠有甚麼好處呢 因為其實去到某些位置的情況下 例如在一個Bell Key 即是在障礙物上面有塊石 我不想要扭到那麼高的 我其實就這樣用這個位置 扭一扭在上面 也可以做到我要的射擊的位置 就不會滑 這樣增加摩擦力 沒有錯 我看到它有些粒粒粒的 對 而且它真的有橡膠 對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就是比較獨特的設計 我個人覺得 就是你扭鬆了之後 就是扭鬆了這個圈 對 扭鬆了它 之後的話 它就可以做到一個動作 就是我鎖了整把東西 對 就是這樣 這樣凸出來 凸出來之後 然後呢 我可以鎖 我把它改一下 一點點位置 哦 就是這個是微調的 其實這個功能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所有腳架都會是這樣的 就是可以左右擺動 然後轉 嗯 但是因為其他那些東西 本身都是這樣的設計 但是這個Bipod 它獨特了就是 我例如 如果我鎖了它的話 我只可以左右擺動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搖動的 就好像 現在我EZMASADA 我可以左右擺動 180度左右搖動 就像我前面EZ 那樣 AL15 我現在的設定就是 我只有左右擺動 沒有辦法搖動 就鎖住了轉動的位置 沒錯 就是這樣 都很方便 就是你不一定要 有時候我們調節 那些東西呢 就是不想是 前後左右都可以一次動 可能左右動少少 然後再轉 前後又調少少 是的 整件事是精準 對 而且方便很多 起碼一件事就是 我不需要擔心 那個設定會影響到我 去怎樣做 因為有時候 例如轉動位 需要左擦擦右擦擦擦擦 之後才可以再做到這個動作 很麻煩 即是在打遊戲的時候 對 但這個的話 我純粹是扭完一次之後 我設定好 我到我打遊戲的期間 我需要再這樣做的話 我只需要扭鬆它 然後立即練習到它去做的話 就已經是做到的了 原來是這樣 是的 咦 還有什麼特別呢 剛剛介紹完 其實它的用法 全部都好像已經介紹了 是啊 其實這個就是我小小的個人分享 我會比較喜歡玩一些 例如Multi-Gun的比賽 或者Vegan Nation的比賽 其實它們都在外國 都會有用這些腳架 我都是參加了它們 都會直接把它放在上面 當我不用的時候 我當然是自然收起它 是的 但收起可不可以繼續 用一支槍去做比賽 還是一定要離開一支槍 不用的 其實都已經可以這樣 還有一些人都會覺得 喂 加了腳架之後 會很不方便 會好像妨礙著 其實都是這個 看設定的 好像我這樣 我現在的設定 我現在的設定 就是 我要拿著骨頭的時候 我可以這樣拿也可以 我拉它下來 我這樣去拿 也可以 可以做到 好像一個棍子的操作 也不會說 我買完之後 會浪費 因為我在店裡 聽到很多不同的客人說 其實買了腳架之後 好像浪費了 只是用來做裝飾 對 要不就裝飾 要不就行 但其實有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分享 我自己的用法 就是 我覺得我加了棍子 很女生 當我用了腳架 變成一個棍子操作的時候 這樣去打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 如果有時候想做Sniper 寫一些軟一點的東西 又可以放下來 定住一個位置打 對 就是這樣 真的一物多用 我自己就這樣看 我本身以為 都是遠程射擊的時候 放在這裡做射擊 好像沒什麼用 有時候都不想定在一個位置 我都想跑來跑去 你這樣說 原來可以收起來 又可以 將它拉一枝做棍子 我覺得 好像有幾抵貨 這個 其實是的 而且始終有一件事 就是不同的腳架 亦都有不同的功用 其實好像Mapoo Biport 我發現它的功用 就是它真的夠輕 很輕 而且它真的夠耐用 雖然是膠 但都是用Polymer 真的夠輕 而且第二件事 它底部 有些防滑紋 我又不需要擔心它會走位 對 我看見它都好像樓梯級 沒錯 應該如果放在地上 或者放一些沙石地 都可以插得緊 嗯 嗯 聽完之後 心動動馬上課金 買回一兩支放在家 哈哈哈哈 好 今天謝謝阿肥店長 上來和我們分享它用開的一支Biport 除了這支之外 還有其他不同的款式 都可以上來PTS Deal Shop選擇 當然有 它有其他顏色 有其他顏色 有黑色和紫色 可以給大家選擇 嗯 記住上來找阿肥店長 吹水聊心事的同時 就買買這支Biport 好了 我們下次阿肥心事台再見 拜拜 拜拜 誰知道便有心事台 我不知道